大家好,我是二姐 韭菜的营养丰富,大家都喜欢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韭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在买韭菜的时候可以甩着种比较细一点的韭菜 这样的韭菜更香一些 先来将韭菜搅洗干净 韭菜洗净之后,铺在晾篮里,逆干水分 把表面的水分晾干 锅里加一碗白醋 一碗清水 再加一小把花椒,把它煮开 煮开以后打开盖子,让它自然放凉 这会儿韭菜差不多水分全不晾干了 把韭菜稍微整理一下 切了它底部上面的梗 然后把它切成小蛋 切好后放进一个大盆里 加入提前切好的姜丝和小米椒 再加入一大勺盐 下手把它翻拌均匀 准备一个密封的罐子 把腌好的韭菜放进罐子里 装满以后浇上放凉的酱汁 最后盖上盖子 腌制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韭菜放半年都不会坏 每次吃饭的时候捞出来一些 配粥下饭都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的开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我是二姐 我们下期再见